实际上作为游泳人来讲,男子这种高运动量的项目,我个人觉得到那个时候,他在保住这8块,能保住5块,我都觉得是一个奇迹。 他会不会跟刘翔一样,到时候要有游泳的压力? 一定会有,每天都会有。 在作为游泳人来讲,你说一点没有,那是不可能的。你想出成绩,你想比别人好,你会有压力。 当你超过了别人,在No.1的时候,你还是会有压力,你的压力就来自各方面,来自你的对手。 那时候,每个人都希望跑得快,我最快,别人都在我后边。 但是当你的心秀接近你的时候,你就有一个紧迫感,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压力。 那我们谈到就是说,那个游泳啊,因为麦克福他这次一次拿下巴桑金牌,那网络上有一些人在开玩笑,说各国都表示不满。 比方说,中国的乒乓球,他也想要多增加点项目,有直板的,有横板的,有双打的,什么各种。 足球的,应该是巴西是足球最好的嘛,对不对? 巴西整体来讲是这个水平代表最高。 他就说,足球要分成三人足球,五人足球,六人足球。 然后英国的马术,他也说要,英国马术要有红马,白马,黑马,各种马的,各种项目都有。 那这个,麦克福会拿巴桑金牌去跟那个游泳有太多项目有关系吗? 是太多吗? 我觉得就是说,他的这个项目的就是安排,可能对他非常有利。 因为他刚好就是可以稍微错开一点。 哦,时间可以错开。 对,时间可以错开。 然后呢,他那个项目可以就是说,跟他后面的接力来讲的话,他可以有更长的时间的休息,恢复。 那所以便于他能够拿到这个马术金牌。 那么唯一金牌数能够跟游泳相比就是田径。 对。 那不晓得田径有没有可能会再出现像麦克福尔这样的人? 比方说那个谷巴的那位? 对,这个很难。 因为竞赛跟竞赛是不一样的。 对。 因为呢,田径呢,他完全是在一个力量和一个体力和技术这三次结合的一些。 你看现在,除了美国的卡尔利益是在同一届阿拉斯民进来, 到现在为止,很少在以上来出现。 往往就是一枚两枚,甚至三枚。 所以在同一届运动会员,就像麦克福尔这样, 然后八开金牌,在田径里面四开金牌, 他已经是等同的level了。 因为呢,他这个田径方面呢,他只有两个结议。 你每个运动员呢,你可以建两个项目。 你满了也就是四个。 他有这样规定的哦? 那你游泳比赛。 游泳是你要qualify那个time, 他要达A标,然后呢,你必须要通过他的, 首先美国他自己就选嘛。 你只能选两个人出现。 就是每个项目只能两个人出现。 就是说你一定要达A标嘛。 那美国这个A标对他来讲是太轻松了。 那么你这个项目里面只能是两个人, 你就是美国的前两名。 那么接力就是美国前四名。 然后最多再加两个预备的。 比如说他接力是用team的。 然后晚上决赛的时候再换正式的。 对对对。 这个不一样,除了接力以外的。 那么个人的单向的, 全部基本上都是前两名。 哦,那为什么田径要限定就是他接力只能参加两个项目? 因为他的接力只有两个接力。 一个四重,一个四重。 哦,只有两个接力。 而且田径和游泳为,游泳是前两名, 田径就是前三名。 你每一个队可以有三个人参加好一个项目。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, 因为他有预赛、负赛、半决赛和决赛。 有的时候是这样。 有的运动员要跑四十五十。 有的时候两个人成绩丰险一样, 还要再跑一个辅加赛。 那对他这个体力、力量消耗就更大。 所以说呢,你想到多, 到了那个台阶,你就休息不够了。 然后呢,你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和这个体力, 去守候你下边一个比赛。 所以往往呢,在这方面他就限了。 好的,那个童汉,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多分析一下你的北京奥运的, 你知行的一些所见所闻。 我这次反正会感觉最深的就是, 其实我上一次回北京的是, 工作人员出差是去年的五月份。 但是我这次回去, 其实从飞机刚刚降落的时候, 我就觉得, 因为加州这边等于到夏天的时候, 山都是黄的嘛。 但是从飞机快降落的时候, 我就开始感觉就是整个都是绿阴阴的。 因为飞机是从北边过来, 大家经过密云啊, 绿化的还好。 绿化非常好。 而且下了飞机后, 正好看到这个现在, 北京也是为这次航运会特意勤建的三号航站楼。 好像三号航站也是半年前才开始启用嘛。 所以整个感觉这个整个的机场, 好像比原来的机场是增加了数倍。 而且下了飞机后, 还要混乘地铁交通去到那边去取行李。 整个感觉这个, 包括这个进去以后的这个感觉来讲, 这个气势啊, 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航站路的修建来讲, 都是非常好。 但我这次感觉最深的有两点, 我觉得北京的绿化真的是翻天覆地的。 整个原来, 因为我本人在北京也生活了快二十几年, 所以那时候感觉来讲的就是, 北京算不错, 但是呢, 好像没有现在弄得这么的好。 现在不管是二环路, 三环路, 四环路, 五环路, 到处各种立交桥底下的绿化的水准。 我相信这些都是, 这次为北京奥运会的准备所付出的努力。 但是, 起码从另外一方面来讲, 很多人当时也来评估说, 这个奥运会真正能给中国带来什么。 我觉得从两点来讲, 就是说第一, 北京的城市建设, 其实最少几样十年。 那第二呢, 我觉得也是带给一个, 就是当这么多的外国观众啊, 来到北京的时候呢, 我觉得也亲身感受到北京的变化。 可能对于将来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啊, 或者来讲,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。 那还有一个就是, 一定要谈的就是奥运会的志愿者。 对,对,对。 奥运会志愿者这次给我们感受非常的深。 从下了飞机, 对吧, 就是说在机场就有, 然后一直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, 尤其是我到奥运会前开这几天, 但是我到的821号已经开始有, 因为陆陆续续运动观众都有到的, 对吧。 那剩下在奥运会的这几天, 我都留着一周多钟呢, 不管你到每个场馆, 你到每一个马路上, 问路, 都会碰到奥运会志愿者。 而且整体这些人的服务态度啊, 包括他们的耐心度啊, 我都觉得真的是很高。 因为那个时候北京, 我到的第一周应该是期末很弱的。 你想, 我们作为普通的游客也好, 或者休假也好, 或者工作出来, 你起码还有一个时间, 你可以盼, 你说我这段时间在外, 问完路啊, 可能要进一个餐馆。 嗯, 他们可是从早到晚, 大概这十几个小时。 我听说的是, 他们是工作12个小时, 休息, 然后再休息。 很辛苦。 很辛苦, 在高温下, 尤其在那么高的湿度下, 前几天的北京的气温, 气温高不说, 而且湿度还很大, 在奥运会开幕之前。 我觉得整个来讲, 这次大概, 我听到的一个报道是说, 之前呢, 非常的踊跃, 其实我家里有一个, 我应该是我的堂妹了, 她是在澳门的一个学校里读书, 这次奥运会呢, 实际上从, 她在那边是学护理, 就是, 因为他们可能在那边学习, 可能这个语言能力更好一些, 就, 申请要到这个奥运会的场馆里来, 嗯, 之前说的是, 就这些, 这些机票, 非北京的机票, 都是他们自己交钱, 嗯, 而且他们在北京就是, 除了吃, 吃不要钱以外啊, 大概每天要交40块钱的这个租租费。 啊, 这个, 这个, 现在好像说, 澳门政府说, 因为也送出不少的志愿者嘛, 说这次还有, 听说回去以后, 因为比赛没完, 她还是在北京的一个, 呃, 北, 北农大的一个体育馆里头工作, 嗯, 在这种, 在这种户外安检, 这些人, 对对对, 而这次是, 一共是一百万人报名, 实际上最后, 像现在在, 一个数字是说, 大概有十万人吧, 这个我相信已经包括了, 这个在场馆内的, 嗯, 奥运公园内的, 还有这个, 奥运村运动员驻地的, 以及, 甚至说街头的, 这次毕竟我认为还是说, 嗯, 通过半奥运会是, 的确把城市建设, 包括人的这个素质啊, 就是说, 比如街道的干整, 整洁程度啊,